我們在這個戰爭一開始的時候 就看到一個畫面 覺得不可思議是 我怎麼可以用次生飛彈 我用監視武器 把天上的噴射戰機給打下來 你在底下 次生飛彈是要瞄準的 而且你要瞄準的時間 是要在我的電池充滿電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非常急迫的狀況 我就要把你給瞄準 我要把你打掉 你怎麼可以做得到 就沒有想到現在解密資料出來了 原來這些步兵早就美國告訴你 你要在哪裡等 甚至告訴你 你要看哪幾點鐘方向 甚至告訴你 坐標方位都給你了 對 因為現在開始解密了 解密說 因為我們昨天有發現說 其實美國給俄羅斯的情報 是近乎於即時的情報 那近乎於即時的情報 那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原來啊 現在美軍現在讓他們監控俄羅斯 就是他的飛行器只要一起飛 烏克安軍隊就已經在那邊等 甚至連這個飛行器什麼時候會降落 他都告訴你 我們下一看電視牆這個畫面 這也太可怕了吧 我們現在看電視牆這個畫面 這個電視牆畫面 你看這個直升機喔 俄羅斯現在人進入到烏克蘭空軍的地方 是嚇破膽 他背後那個就是 那個後面就是熱焰彈 他其實喔 一進入到俄羅斯 那個一進到烏克蘭的地方 他就一直放熱焰彈 一直放熱焰彈 然後他放了喔 然後你看喔 他一直想往北跑 戰術脫離喔 可是你知道嗎 在這個畫面的右邊 烏克蘭的所謂地面部隊 你都不理 他就靜靜的等你 然後進去等你就把他等到你有一天 放完之後呢 一槍直升機打過去 這個武裝直升機卡 我就這樣子被擊沉了 所以對於他們來說 我覺得我在看那個報導的時候 我覺得我在看科幻小說 他說美國是當你一起飛 我就開始你的方向 然後看你的速度 然後我就可以精準的算到 你在幾點幾分會在哪裡出現 然後步兵會在那個時間等你 甚至你的飛行高度 你的飛行速度 你的飛行方位 都可以用大數據 AI計算出來 對 寶貞哥你在講的同時 這個直升機已經被擊落了 對不對 因為他的那個所謂熱焰彈 放完了已經被擊落 已經掉下來了 那看完這個畫面 觀眾朋友就會問嘛 那請問那麼多的飛行 即使包括蘇34 蘇35 卡52 你怎麼會在那邊standby 對不對 他狀況是這樣子 現在美國駐歐情報局 跟國家地理空間情報局 是24小時盯著俄羅斯的 所有機場的所有飛機 地理空間情報局 對 然後他只要一盯到 這個俄羅斯的飛機一起飛的時候 他把所有他已知的數據 進入到一個AI分析系統 這AI分析系統會開始 不斷的即時的去調整 這個東西我認為包含情報 就是說他要去往哪個地方攻擊 然後還有他上面掛載什麼樣的彈藥 然後進入到大規模的 人工智慧分析之後 他會算出他的航跡 他算出他的航跡 甚至告訴烏克蘭 他在什麼時候會降落 就是降低飛行 那這個時候烏克蘭就趕快快速 在那邊部署 他就在那邊standby 然後呢 很嘗試真的就照這個算計算方式 他就真的在那個時間點 那個時候真的往下降了 往下降過的時候 拿起層 他就被打下來了 所以我們現在不只看到卡烏 我們現在 所以我都算到你的攻擊位置 你的攻擊位置 你會有一個攻擊角度 我就在那個攻擊位置等你 對 所以現在不只是卡烏 我們現在看到蘇珊是 也是被擊落畫面 也有嘛 所以表示這個東西是算得非常非常準的 那我再問保留一個另外一件事 如果我可以算出他的航跡 然後甚至到他什麼時候低空飛行 那他可不可以算出我的空襲時間 當然可以嘛 所以說我是同步的嘛 他過來的時候我防空陣地先移開 對 難怪所以你講 你打到只有坑道 對 坑道 我該有的武器早就跑掉了 第一個 我的有價值的武器先跑掉 第二個 我的人先進防空洞 然後呢 我的吃東西在那邊 stand by 等你 所以這一次變成是說 一套又一套這件事情會造成 俄羅斯非常非常大的麻煩嘛 而且甚至德國不是剛給烏克蘭 烈爆式的35毫米的自首砲嗎 為什麼 因為快速部署嘛 烈爆式雙毫米自首砲 它不是兩根砲管嗎 兩根砲管加起來 每分鐘可以射出1180的 所謂類似於方任快砲的 那個所謂的彈幕 然後呢 它的輪行 你看它可以時速可以到65公里 那這樣他們反應時間更快 反正呢 我接到情報 原本單兵要跑嘛 不然開車 可是用這個會更快 那萬羅斯的飛行器不是更危險嗎 更危險 而且呢 這個上面的雷達 當然是舊式的雷達 可是如果今天所有方位 所有位置都是勞美給 上面那個雷達舊不舊重要嗎 它的砲彈這麼大 對啊 它砲彈非常非常大 所以說如果這個雷達 就算是舊的 沒有關係 反正我老美已經告訴你方位 告訴你什麼時候會來 這東西照樣可以打嘛 而且呢 現在我們還發現一個 非常大的問題是 俄羅斯的飛行員 沒有什麼訓練啊 訓練非常非常不足 我先不講時數什麼 我們先給大家看照片 俄羅斯飛行員 我現在發現一大堆被俘虜對不對 全是胖子啊 這是非常... 真的全胖 我有幫大家找嘛 這個左邊的是蘇珊式的飛行員嘛 你看喔 這蘇珊式的飛行員 真的 因為飛行員 因為駕駛艙是很狹窄的 然後呢 因為你要承受拘力對不對 所以你的一般的體能壓縮都很強烈 然後你看右邊 是他跟一群飛行員合作 一大堆胖子 保健康 你看 這個人胖到頭盔都可以戴不下去了 右衣那個更胖 右衣那個更胖 你看這個肚子 對啊 我以為是偶然 我會去找 俄羅斯飛行員真的很多胖子 這是一件事 可是你平常沒在訓練嘛 可是好 這你一定要瞎猜的 但是喔 確實現在有資訊提出來 俄羅斯飛行員的訓練時數 一年大概100小時到120小時 很低喔 很低 一年如果是120小時 平均一個月飛10個小時而已喔 可是北約的訓練時數是180到240小時 所以等於是他的Double 第一個他的體態管理不好 第二個他訓練時數很低 他第三個是大問題 沒有做大規模的協同作戰 為什麼沒有經費啊 第一個為什麼飛行時數這麼低 因為他引擎送油啊 油要錢 回戶要錢 炮要錢 好沒有經費 然後沒有大規模協同作戰是什麼 因為俄羅斯的好朋友就是中國而已吧 那俄羅斯也不敢跟中國協同作戰 因為擔心中國會學會偷 跟老美不一樣 老美第一個我飛行書是你的兩倍 對不對 我做大規模協同作戰是整個北約的群體 今天可能加油機是義大利的 攻擊機是美國的 偵察機可能是來自於是德國這邊偵察機 我不知道 甚至他們做協同作戰可以做到什麼程度 我的飛機在你的航空母機這樣降落嘛 甚至是衝場然後再起飛嘛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打仗的時候 我可以協同作戰 我資源可以共享 我的數據鏈可以共享 可是蘇聯俄羅斯完全沒這檔事嘛 所以在這場戰爭中我認為不只在科技上 還有你的裝備實力上 甚至是你的訓練上都輸 所以你看喔 現在有個非常厲害的狀況是 蘇俄羅斯從來不敢讓蘇凱57飛進來 對齁 蘇凱57是他的第六代戰機 而且浩台有隱形人 他是對一盪美國的F-35 可是如果蘇凱57居然被打下來的話 那個狀況跟莫斯科號陳莫斯一樣丟臉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都蘇30 蘇35 俄羅斯在這場戰爭真的被打到怕 好 所以是難怪穆林肯在這個時候 去警告中國 你會為了你現在去幫助俄羅斯要付出代價 而且中國現在慘到 我聽說人民幣大扁 現在國外的資金逃算的速度是前所未有的 沒錯 上次出了俄羅斯跟烏克蘭戰役之後 全世界跟中國的距離越來越遠 而且全世界我跟他講 現在有個氛圍是什麼氛圍 我們不是全世界GDP百分之60的國家 在對抗俄羅斯嗎 我覺得現在有一種氛圍是 他們現在也慢慢在集結起來 下一個對付的對象可能是中國 假的 為什麼這樣說 你來看喔 最近的國際的這個局勢 這邊分分合合 互相交往的這個狀況 我們現在講布林肯 布林肯這幾天參議院說什麼 他說中國已經在為這個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時候 你沒有選別要付出代價 他甚至說 未來一段時間裡面 歐洲已經對你起了這個懷疑之心 然後他未來幾天 準備發表一個新的這個 包括說中國崛起的國安問題 相關的對應的政策 所以看起來美國跟中國是完全是 真的是沒有可能回到過去 再我覺得一個國家非常有意思 叫做消枝 俄羅斯跟烏克蘭打成這樣 他四月三十號居然要訪問日本 而且為什麼 消枝要去訪問日本 為什麼很有意思呢 你知道梅克爾以前 他都是訪問中國 他很少去日本 結果沒想到消枝上來的時候 他第一站他去日本 他沒有去中國 而且他有意思的是什麼 他這一次 刻意飛越中國的領空之後 然後抵達日本 然後不去中國 他就是不去中國 所以你看事實上 歐洲已經表達了對你中國不滿之意 所以以前 德國在梅克爾的時候 是親中的 是親俄的 然後他是要跟俄國 在有時候的南越上要合作的 在跟中國來講 我是要市場上合作的 可是消枝可能全面推翻了 所以在過去梅克爾時代 他其實跟日本的關係 是有一點點刻意疏遠 因為我在汽車市場是對立的 所以你知道 消枝這個動作 其實非常非常明確 未來德國的立場 有可能會出現一個轉變的 這個狀況 再來就是說 以這幾天的時候 尹錫越的代表團去了日本 拜會了岸田文雄 再來岸田文雄 他四月底的時候 他要去越南 所以現在 等一下 是韓國主動跑去見日本 對 所以日韓之間關係 可能會有一點點好轉 再來 日本的岸田文雄 他還要去訪問越南 你看周邊都是 這些國家在串聯 都是在幹什麼 在合作聯合對方中國 中國嘛 另外一個拜登 拜登也很有意思 他四月 五月十二號跟五月十三號的時候 他要跟東協的國家 進行一個視訊會議 在緊接著而來的時候 他要訪問韓國跟日本 在五月底的時候 所以你看他這些國家 你看他 但沒有去中國 沒有去中國 來來去去就是不中國 對 那你知道 這些國家也很有意思 來來去去 他們也都不去中國 所以你知道事實上 現在所有才講 整個東亞的氛圍裡面來說的話 有一種氛圍已經慢慢形成 甚至連這個美國印太司令部 戴維森就說 這個 重視自由的國家來說 北約是印太國家的一個 非常好的模式 所以他在推什麼 以前吳董常常講 他現在要把東亞這些地方 北約化是完真的 所以你知道這個氣氛 是慢慢在形成之中 所以你知道到事實上去 對中國來說 他壓力當然當然相當大 所以外資也不是省油的燈 所以你知道這幾天的時候 CNN就說得非常明白 現在外資的史無前例的在拋售 中國的這個股市 債市 你看第一個 低人政治的風險 國外國家都開始在圍堵你了 對不對 再來就是中國對COVID-19 對這個封控的措施 導致你看昆山也封 上海也封 然後一大堆城市都封 現在北京也是慢慢的 這個往上升 所以也非常危險 另外包括說 美國升息等等因素 讓整個中國到今年的外資 在不斷的跑 所以我覺得這個跑 不是只有短暫的時間 顯示外資可能會長期間的 開始從中國撤出 所以這個對中國的影響 是相當相當巨大 而且相當相當深遠 但我跟你講 他說做統計 在上個月 整個中國流出的外資 對 居然有5075億 對 這是一個很可怕的數字嗎 沒錯 也就是說過去一段時間 長期而言來說 我們就講 華爾街在過去也都是 非常看好中國的市場 結果沒想到 最近一段時間 債市也賣 股市也賣 甚至很多這個 很多這個債華爾街的 這個所謂投資專家都說 我已經出清了 跟中國相關的所有的股票 所以那他事實上 現在對中國來講的話 面臨到前所未見的 這個壓力的這個局面 所以你就知道說 其實呢 今年中國的經濟 真的會壓力相當沉重 對 董事長 仗還沒打完 蕭治教去日本 仗還沒打完 看到拜登也要來亞洲 也要去日本 這樣 現在焦點已經很快的 轉過來了嗎 對 原來德國的奉行的 過去二十年的國家政策 基本上就一個政策 這個商業利益優先 現在這個政策拿下來 變成國家安全優先 所以他到日本去 他不是跟日本談生意的 他是跟日本談國家安全問題 他談日本國家安全問題的話 那一定是基本上就科技的 或是軍事科技合作 這個非常簡單 因為蕭治現在面臨到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 他個人政治生命的挑戰 因為在歐洲只有兩個國家 是歐洲領導人 一個是德國 一個是法國 那法國這一次 最近紅得不得了 這馬克宏 是 馬克宏現在 馬克宏現在不得了的紅 有魅通滿的魅力 歐洲領導人都在笑笑之說 你現在根本沒有魅力 你就是一個乾巴巴 一個老頭子 你看那個馬克宏都演講 各方表演 而且穿梭在各國之間 所以這個 這情勢有巨大的變化 所以這兩個人其實是在競賽的 所以你再過來 你可以看到 法國馬克宏一定有新的動作出來 他就是德法在競爭 在美國之下的歐洲領導權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來講的話 他當然不可能去中國 因為中國現在碰到一個 最嚴重的問題 我們都知道今年是二十大 對 進入二十大來講的話 國家進入一個非常緊張的狀態 因為權力的跟跌 權力跟跌 當然不是最高領導人 是周邊的權力跟跌 然後現在就是剛剛 事實講很好 最重要是新冠肺炎 新冠肺炎的瘋狂的封城 這事情已經打亂了 全世界經濟 因為整個供應鏈 全部阻斷了 所以他的現在的 整個預估的GDP 聽說要目前的幾個大的金融機構 把他預估都是 原來是八點多 再來五點多 現在變三點多 太可怕了 這個整個國家 整個經濟等於崩盤了 那這種情況之下 那外資怎麼可能留在裡面 外資當然逃掉 但是一個月跑了五千多億 對 一直在跑 可是也有人看到說應該要跑 但也還有人看到一些西的 有危機入市機會 不是完全沒有 但這個事情的發生 剛好又加上剛剛講的俄羅斯 這個事情的發生 這兩個會併在一起發 所以這個變成兩併其發的情況之下 對世界整個總經濟造成一個非常重大的挫折 然後在這個時候來講的話 拜登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啊 你看拜登他在援助這個烏克蘭的時候 他給的是 他給什麼錢 他是給了八億的美金 給了烏克蘭 然後旁邊每個周邊國家都給一點 一億 兩億 幾千萬美金 他通通軍事援助都給他 他到處在擅財同志 他在買票嘛 一定不會 要把歐洲綁完 當然現在搞什麼 當然 亞洲 他知道嘛 追逗水龍頭在中國嘛 搞半天 中國給我搶起來怎麼辦 當然要把中國的貿易問題 先解決掉 這是他核心的問題 如果他把東亞搞定了以後 亞洲軍事在北約化的話 那中國剛好現在是最脆弱 剛剛講TDP下滑 這時候來講的話 這個是落井下石 這是幾個國際領袖的正確的舉措